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种就是由教会所编定的土文 英文称为prayer 那参加离撒 需不需要识背哪些经文? 圣道礼的经文就不一定要背的 我们可以看书的 至于土文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离撒程序的经文 例如神父和教友之间的对答 只要多去几次离撒 神父说愿主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那你们就懂得回答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第二类就是传统流下来的土文 例如瑞恋众 光荣众 星星星 信经 天主经 高阳众 但是这些土词通常都是有歌可以唱 唱多几次你就会懂的了 至于第三类就是神父念的土文 神父带领着我们一起举心向上 向天主祈祷 教友只要留心聆听就可以了 哦 好像没什么要背 是啊 努力点参加多几次离撒就可以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做个情感 我们要吃得快 继续 Idah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